Aero KT 2.0 各位聽眾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Session的主題是 Aero KT 2.0 預覽 更道地的 Kotlin FP Library 那我們歡迎Brendy 謝謝 大家下午好 我是Brendy 等一下我們來談Aero KT 2.0 有人用過Aero KT嗎 很好 蠻多的 那有人寫 有人聽過FunctionProgram嗎 好 蠻好的 大部分是寫Jaw Scream嗎 還是寫FunctionProgram的部分 還是 那這樣好了 那是寫Colin 是寫Colin或是Java的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重複性還蠻高的 好 那我們今天來談Aero KT 2.0 那主要就是 我是一個 我是Java工程師 大部分以前都在寫Java的後段 那我是台積電的 大概今天工作了蠻久 蠻有一陣子 那我開始接觸Colin之後 覺得他是 就是對我寫Java的一個提告 一個很 生產力提高很多的一個程式語言 所以我就開始 很喜歡 而且開始 進行參與的一些Colin的讀書會 Colin的各種活動 可能JC康福或是體驗賽都有參加 那今天來談Aero KT 2.0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呢 是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就是Aero KT 那因為我們今天在Cost Club 開源者演會 那Aero KT它本身也是一個開源的專案 那它主要在做什麼 主要就是說 Aero是由 它是 它現在公司叫做 Zibia 就是 它是 在荷蘭的一間公司 那 它 主要是 它前身是叫47 Degree 那他們公司 主要還有一塊門大一塊是Skala 所以 他們看到Colin這個程式語言出來的時候 他們會說 欸 你怎麼這麼像Skala 但是你好像抄得太少了 我幫你多抄一點 所以他就推出了這個Aero的Functional Companion 就是Functional Companion的Library 那主要就是把很多Skala 尤其是 在Skala裡面有一個叫Kate的Library 就是 它很把很大一塊那個Library的概念抄過來 嗯 就是寫過來這樣 好 Anyway 但是 所以在Aero 0.x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的 Mone Mone Anyway 就是一個盒 就是很多這種相對的盒子 包含Io Option Validate 還有Io跟 High-Kine Type 那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就是 後來 後來它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 Aero KT它為什麼它 稍微偏冷門呢 就是 它其實 它是很大部分就是有很多Functional Bank 很 你需要瞭解那些理論基礎在裡面 然後你才能夠融會貫通開始寫 所以它會有比較高的一個Learning Curve 然後再來就是它跟Colin本身在推的這個Functional Program 其實是有點衝突 你寫起來就會覺得覺得不太自然 所以就是 就是 那Idomatic 那再來就是 對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額外的一個Concept 其實很多功能在 Colin雖然它是一個Functional and Further Season的語言 但是 有些 有些東西 有些特性它還是沒有辦法在Colin裡面去實現 所以它其實也沒辦法做到很純的一個Functional 所以1.X的時候其實它就開始做一些妥協 那比較大妥協就是 它把IO這個 這一個Molet拿掉了 它換成Suspend Function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大家認識的Colin 因為Colin對於IO 想要達成的目的是類似的 所以它就 它就 把IO這個拿掉換成Suspend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會有個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Functional文明是一個跟另外一個X 因為我這件事 我後來不太一直 因為大部分可能會寫FP OOP 這樣子做一個光譜的類比 但是 因為這蠻容易引戰的 所以 我就決定放一個X 就是反正X現在很紅 那就是 我們就放一個X 因為基本上 Functional文明在對應的 我們通常會對應的是 所謂的Decorative Programming 對於Imperative Programming 這樣一個類比 那 所以 anyway 反正我們就是放了一個X 主要是它會比較偏中間一點 好 所以在ARRO1.11的時候寫法上 就是因為我們會有 Iler跟 這個 Vali的這些 這些盒子 然後這些盒子呢 我們在操作上就會像 寫起來就會像這樣 就是我們會一直會 因為Iler會幫我們管理這個篩椅費 所以我們會 一直會想像中 會有這個值跟 這個 它可能發生錯誤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 會一直會有這個MamLab跟FlatMap的操作 所以 如果你有寫過一些其他像RX 或是 或是一些像是 如果是Spring的話 它可能是寫過Reator的話 其實寫起來應該是蠻像的 那 再來就是 今天想要講這個就是說 在今年的四月的時候 有一個Calling Conf 它其實有兩個Session 其實就跟這個主題有關 首先我們看到左邊這一塊是 Calling and Functional Programming Pick up the best 然後 skip the rest 那其實這就一直在闡述一個 所謂AVORKD它現在的概念就是 它想要留下 Function Programming 它覺得對Calling裡面最重要的 然後 其他的可能就會留下 變成 利用Calling本身語言特訊去做 所以這也反映到AVOR2.0的這個 它的發展 是怎麼 怎麼往後發展的 所以好消息就是說 我們其實 就是在2.0的時候 它主打就是說 我希望是用更道地的Calling的方式 來寫 讓你寫Function Programming 那我覺得它可能這訴求有 兩個原因 那第一個是因為Calling 現在要往Multi Playphone發展 其實 它除了Android跟JVM之外 其實 現在它更要做的是 我可以Compile成Jarscript 我可以Compile成WebAssembly 那 所以基本上如果 它用太多的客製上的話 其實它可能也不好去 支援它的Multi Playphone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它 這個是 因為剛剛講就是Lane Curve 所以基本上它想要留下 比較Key的概念 那剩下的話就是說 其實讓本來 讓本來如果你是一個Calling的Developer 那 它 你也可以來 你來學其實也不會這麼 這麼難學 也可以容易進入 所以我們這 我們就可以稱為 這是從異世界歸來的LKD 好 那所以LKD2.0寫起來什麼感覺 就是差不多會像這樣 那這裡其實會用到滿多Calling的一些 新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Context Receiver 那Context Receiver就是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 Java以前的Check Ecession 只是它宣告在 在那個上面 然後是說我今天會接收 我預期這裡還是會出 一定會有一些SideEffect 會有一些Ecession 那 那 所以我在每一部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是有可能會出現Ecession 但是它這裡 看起來下面這邊 Code還是會 比較像是一般的Code 就是說我New一個 object 然後我Print它 我Save它 跟 用把它這個 對它寄一個Email 但是它其實這裡面 它的SideEffect是 有被管理的 只是寫起來看起來 是 是 比較imputative的寫法 所以LKD的光譜 L2.0的KD光譜 可能就會在 在比較取到一個中間的位置 好 所以我剛才其實要講的是說 如果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學Functioning的話 通常我會講說 就是 要欲戀神功 必先志功 就是 可能要 把你本來 把本來如果你是比較習慣 imputative的寫法 比較偶爾的寫法的人 然後你要把你本來的概念 先放一邊 然後 去把Functioning它什麼 Category Theory 然後 Data Immutable 這些學起來 然後才能夠 開始寫Functioning 那 可是 我想Functioning它本來出來 也就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因為它就是 有 各家語言的特性 然後它 擷取了 它覺得重要的 跟能夠融合的方式 然後 把它放到 Calling的特性裡面 所以這我們可以稱為 Calling的大臣小愛 就是 每一個 語言 你可以看到一些 很多城市語言的影子 好 其實講到Functioning 我們還是要講 來個 硬一點的 叫做 Nanda Calculator Nanda Calculator 其實不是一個新概念 它是由 1930年 就是 1930年 就是 這數字架 他在談 這個 如果我今天有無限大的 resource 我今天有無限的 resource 我要怎麼讓 這個 我只要有幾倍 resource 我的運算能力就是幾倍 聽起來很容易 但是其實沒有辦法很容易 除非 其實 因為我的 如果我的job沒有辦法切割的話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其實這一個 這一點 回應到什麼 其實在現代 所謂的Cloud Native 比如說像那種Function as Service 它其實就是 回應到這個概念 就是 今天其實我有無限大的 resource 我的 function 要怎麼 Purely在 Round在 每一個小的運算資源上面 那 所以 當初他就定義這個東西 叫做Landa 那所以 不管反正 其實在很多層裡面 都會看到Landa的影子 那 這個人其實 他好像不太有名 但是其實他的學生都蠻有名的 比如說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Tooling Machine 就是他的 有一個博士人是Tooling 那 就是 模仿遊戲的那個Tooling 那另外一個人 他發明了這個Regular Expression 那 其實 Landa Calculator 其實對很多現代語言 都印象蠻深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們的 所有的計算性科學 都 都 籠罩在這個 不是 就是 都受這個 這個實驗室影響蠻深的 好 所以 但是Landa就是難 你看 維基就說 這個條目其實包含太多專用名詞 所以 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但我們今天還是漸漸用一些 我可以提 會帶給你 代表帶給你什麼 然後對應到一些 Landa Calculator的一些特性 好 那第一個叫做 High Order Function 那 什麼叫 High Order Function呢 High Order Function 就是說 我Function你的Function 就是 這個Function 本身可以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 可以傳到另外一個Function裡面 然後 這個 有些Function 還可以產生另外一個Function 的Return值 這個Function可以變成Return值 所以就是 High Order Function 其實就是我把Function當作變數化 那當然就可以 當作Input 也可以當作Output 那 所以就會有這種 High Order Function的概念產生 好 那我們很常見 High Order Function Calling Collision 一大堆 那個 上兩個Session 這個書案有說 就是 這個 剩用那本書的 所謂這個 Calling Collision這本書 其實裡面所有的Function 其實這些方法都是 High Order Function 比如說 我一個Function 我想要 對一個List 然後 它的 某一個 比如說 我把那個 對於人民的大寫 的第一個字母 做Google By 所以就是傳進一串人民 然後 點Google By 然後再 再說我想 再把那個 我人民大寫這個Function 傳進去說 我要按照這個方式Google By 那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種 High Order Function 那 High Order Function 會 它會 就會比較像剛剛講 偏向剛剛講的Decorative 就是 很像我們在寫Sequel 我們Sequel的時候 其實也會寫 什麼Mass Groove By 或是Mean 這種 取中間值 所以其實在寫Sequel的時候 它是 比較 是一個 所謂Decorative的寫法 我想要做什麼 What to do 而不是How to do 好 那 再來就是我們提到這個Curry 大家知道Curry嗎 對 對 不是打籃球那個 就是 Curry 就是HardScale這個人 HardScale 這人他叫HardScale Curry 所以 然後 他發明了 他講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一次 因為我的Function 一次只傳一個參數 所以 當我有兩個參數的Function 的時候 我是先把一個兩個參數的Function 變成只有一個參數的Function 然後再去取它的值 所以就是一次一個 就先 就跟Curry一個人 Curry整個球隊一樣 所以就是一個一個這樣 那 所以像這個BMI的話 就是假設我是一個 身高183的人 那 我的每天的BMI 我就先把我的Function 宣告成BMI 183 那所以 BMI 183它就可以去接收 接收任何體重 那它都會去求值 所以我把BMI 183 再把它傳到 這個 每天的體重裡面 然後再Map它 那我可以去算出說 我每天的體重 好 那在 在A4KD它提供了一個叫 Partially的Function 那它就是幫你很快的 可以把一個 多個參數的Function 然後把其中一個參數值固定 譬如說 譬如說這裡就是一樣是BMI 那 這個兩個冒號 表示說我要把這個 把這個Function 把這個Function 變成參數化 那 把它變成 變 變數 變數 那一樣就是我可以做一樣的操作 那它可以 它這個值可以插在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所以它會有Partially 2 Partially 3 這樣 那 我們把Function當作變數 其實我還可以有很多很有趣的操作 比如說A4KD它提供你一個動作叫做WasteN WasteN在幹嘛 就是說 就是 像那天 之前NVI指定長來說 它跟你說要跑起來 那你可以叫那個函數跑起來 就是我今天有個Download Server說 我有Mio 1跟Mio 2 其實我只要取第一個回來那個 沒有 你不是跑第一米的 我也不想管 所以這個WasteN就是說 我只拿第一個 這兩個Function 我只拿第一個回來的Function 的結果就好了 其實另外一個 比較慢回來的那個我就不管 所以WasteN就是 這兩個Function都拿去跑 然後 它 會幫你取第一個回來的 好 那 這裡 所以剛剛講完 剛剛講到主要就是這個 所謂High Order Function的部分 那A4KD2.0它現在只留了I的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進到I的這個概念的講解 好 那I的就是一個Monet 那Monet不確定 一樣 大家有聽過Monet的警局的時候 還滿多的耶 那我應該不用做太多的解釋 好 那Monet我們還是 Monet就是一個箱子 那這個箱子就是說 我有我正確的值 跟 跟有可能它是 它是 它是錯誤的 它是 發生什麼 什麼sine effect 什麼錯誤 所以比較像是 就它很像一個疊加態 就是 我還沒有打開這個盒子之前 我不知道 它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還是要處理它的 正確的值 我要處理我商務邏輯 或者是 錯誤的話 我還是實時知道 有可能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還是要 為這個錯誤寫 寫程式邏輯 那我 這其實就是 我們會叫做 這叫 有 夢成段就叫 defensive program 其實 我們 寫一個商務程式 就是 其實不只是 要把正確的東西寫出來 其實就是發生錯誤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好好處理 那所以 那所以 它現在就留下 i的這個monet 那i的就是 左邊跟右邊 那通常我們會把正確值的放 放右邊 因為right是right 所以 所以就放右邊 然後 就是我們要處理的商務邏輯 就會放右邊 然後 錯誤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放左邊 因為正確的已經被放到右邊 所以錯誤就放左邊 那這也是一個 簡單idle的範例 就是說 我這個值是不是 是不是正數 那 這個 這個值的話 如果它不是錯誤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到 就會 就會取它是右 它是左值 如果正確的話 它就是右值 所以 大概就會這樣操作 那這裡 6KD它開始提供一些 比較quick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insure 就是insure 或者說我只要判斷裡面 這是正確的 那 它就會是 它就是會是 return一個right 然後 它的值 那如果 如果是 如果是錯誤的話 就會取 取裡面這個myerror 變成它的左值 那這裡下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test了 那這裡test了呢 我們其實是用 這裡test了就是說 所以這裡我會看到說 這個 如果它是-1 它這裡看到它是一個left 然後如果它是正值 它就會看到它是一個right 那 所以這裡我會很明確知道說 我的錯誤是什麼 然後而且我會替我的錯誤去寫測試 那 那接下來就是我會把JGANG的一個 東西做組合 就是說我一個 我一個 一個 紙它有欄位 然後 像這個phone number是這樣 就是說 通常我們是說 我們會從 外面一個phone 或是什麼 接收到一個 數值 可是這個值 其實我不知道 它到底有沒有驗過 所以 我會把它驗過 然後 並且把它變成 變成一個concrete card concrete的datatype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 特別的東西 一個可能大概比較少用 第一個是value class 就是card裡面有個東西叫value class 它是在說 雖然我是原始的型別 可是我還是要給它一個type 因為我要保證我不會 摳錯 比如說我less name less name不會放到first name 假設它都是string的話 less name跟first name 我可能會不小心放錯 因為它不是一個type 實際上的type 那 所以我們這裡會引來class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 我們會 對它做 invoke 第一個是我們會先把它的contract藏起來 然後我叫它用下面這個invoke 當作它的contract 那 所以這裡我就是去 contract的時候 它會驗說它 是不是一個符合phone number的規範 那如果一樣 如果是錯誤的話 它就會是 idle的左邊 好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一樣就是做這樣的測試 那 跟剛剛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我是 我在取這個值的時候 我是直接 像是new的方式去取這個值 但是因為它的contract已經被我換掉了 所以 我就直接new它 然後 然後去宣告說 它應該是左值還是右值 然後這樣可以去測試 那 那個shoot be left 跟shoot be right 是有一個Colin的test framework 叫做co-test 那它提供的這個 它去驗a or kt的左值或右值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在test case很明顯去做這些測試 好 那我會 這邊我會把這些idle把它串起來 因為其實我就是會有很多有可能的shoot effect 那 它都可以利用它這裡有一個叫做idle的keyword 這個idle是它說 我這裡面如果發生任何的錯誤它都會 都會跑完 但是它最後會回一個left 那譬如說像這裡 我第一個我會insure這個username 不是new 然後再來是 一樣就是mail然後phone number 最後把這個user本能組出來 那這是一個fairface的哀樂 意思就是說 它 在做 再往下做 如果我第二步我email是不合法的 那它就會直接 直接結束 然後變成一個idle的左邊 然後biz arrow說這個你的email是錯誤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phone嘛 所以我其實有可能想要把它所有的錯誤都回傳到 讓前端知道 不要讓user一直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所以它也提供了一個 那所以我剛剛講得太快了 不過因為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說 另外一種 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 我要去驗username 驗email 跟驗phone number 可是我需要把它做累積 所以對錯誤做累積 最後才return 縱使它中間遇到錯誤 所以這裡它就會做這個 either the zip or accumate 所以zip就是 就是 zip就是我把這三個function的結果 zip起來 變成正確的值 變成右值 所以下面看到那個 zip的下面就會 name vade email 跟vade phone 就是上面這三個function執行的結果 那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因為我其實相信它驗過了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所以下面就可以直接new new出我想要的user這個物件 那如果它是錯誤的話 它會就會 所以錯誤的話可以看到這個左值 左值它是一個 non-empty list of business error 所以就是 它會把錯誤累積成一個list 那因為它 因為我們either是 有錯誤才會進到左邊 所以 它這邊左邊它是一個non-empty list 就是我的list一定不會是空的 它一定至少有一個才會進來 所以這裡操作上就會看到說 這裡 它如果我是剛剛是這樣 然後有做一些 user的宣告的時候 它如果錯誤的話 它這個錯誤是會被累積的 所以你可以 前端也可以 也可以 比較好去呈現說 一次呈現說 你的填的表單有哪裡有問題 那這裡其實我們常常會需要 就是要做一些 tracking session的catch 那在AVOR2.0 或是它1.2以後 1.2其實跟2.0已經很像 只是它對1.1有相下相容 那它這裡 它就是說我catch一個動作 然後如果它有swab的話 它是rise 這個一樣是我把它變成一個型別 就是database error 然後either就是 就是在看 因為它這裡 either是一個swabboard 就是我把這裡的聲音包起來 包成我自己的一個type 那 所以 在functional gradient 我們通常 我們比較避免去做這個throw的動作 因為throw的動作它會 你會不知道說外面到底那個網在哪裡 那個網子在哪裡 所以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把這個 catch的這個 check的either去把它變成一個 idle的左邊 好 那整個狀下來我的AP會長什麼樣 我AP的錯誤呢 我會先用一個seal interface 宣告一個 我所有可能的beams error 然後呢 我把所有我寫在程式裡面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都把它條列出來 就是把所有的錯誤都把它寫下來 那其實就一條一條它可能會很像 AVOR code這樣子 但是所以我就是明確地定義出來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有一個好處是因為 對於seal interface seal cards 它是一個 在它的混之下 它是一個insertive的 所以如果我的程式 我有一些essession沒有處理到 它會強迫你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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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essession 然後 所以你的每一個AVOR就不會錯過 好 我還要immutative要講 好 我講快點 好 那immutative大概應該 其實Colin是一個提倡immutative的語言 就是你可以看 就是說 比如說它的list of 就是很快 我剛才宣告一個list 那個宣告出來list 它是不可變的 這叫immutable 那 因為 Colin他如果我要宣告一個mutablelist 它要叫做mutablelist of 所以如果 所以它不是一個反過來的 所以它default是一個immutable 那 所以Colin 比如說Colin的copy也支援這樣的動作 就是說我可以去copy說 我去copy一個 我要去改變一個object裡面那個值 但是其實 我是把它new一個新的 然後只改變它其中一個值 那就是用copy 那所以這裡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有多層copy 會像這樣寫 會像這樣寫 那AO它提供一個東西叫做optis 那optis就是說 我對這個tlx都提 先寫一個compagnum 然後它會幫你gencode 那gencode過程我們就不講 我們先講 這個 假設我今天 今天那班就是 苗栗它獨立了 那所以我就會把我的name跟 我的這個city name跟country都換成苗栗 所以就 它如果用AOKD產生gencode之後 它就可以 用比較 比較fancy的copy 就是我 它可以直接點到那個層性 然後把它 變成你想要的值這樣 那所以它就是幫助你做immutable的操作 那 其實optis我叫optis 你站在tlx這個位置 但是我往下看我的屬性 它可以折射到你要的屬性 然後去做操作 那其實AOKD它現在 滿friendly的 所以它其實有 它的官方網建 也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去閱讀 其實它現在 章節啊 或是那個脈絡都描述得滿好的 好 那這邊還提供了滿多就是內建 如果你要 反正一定是用intelz做開發 或者那個agresteel做開發 所以這個它會 如果它有些建議 它會可以幫你做自動化修改 就是它建議你然後你點一下 它就會幫你 幫你變成那樣的call 那在1.2到2.0 它其實滿大變更滿大 所以它其實後續會提供這個open rewrite的變更 讓你把本來就過migrate code會更順利 好 上來 那就是callin它 把一些function跟概念 能夠帶進你的 不管是Android開發 或是後端程式開發 那它現在怕把monet 很多monet都拿掉 比如說callin有option 他就有問號 他就不想要自己 那麼個option的monet了 所以它現在通常 就只能這樣挨的這個monet 那它也有optis 提供大家做很方便的data copy 那最主要就是 它希望對於這個kn 也能夠讓你 有functioning的能力跟操作這樣 好 那這裡是一些其他資源 那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大家 就這樣說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